大家好,我是陳 今天想給大家介紹這款產品 Streamlight的 不好意思 Survive LED燈 這款是燈的本體 這款燈是消防體防爆式 這款燈頭部採用了C4 LED燈 內部配有充電電池 當然如果充電電池以外 你減性電池也可以使用 只要用四節的減性電池 使用時將減性電池 裝在附屬屏裡 這個電池轉化器裡 從底部裝入即可使用 這款手電還具有 IPX4的防水機能以及2米的防摔落機能 接下來對這款手電的照明數據進行介紹 這款手電一共有四種模式 分別為點燈 普通模式 減光模式和閃爍模式 以及螢光模式 普通模式為175流明 最大手時間為3.5個小時 最大的照明距離為379米 減光模式 減光模式為60流明 最大手時間為13小時 最大的照明距離為219米 中心部的最大光強度為12000 微光的最長使用時間為20天 接下來對這款手電的使用方法進行介紹 這款手電的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通過頭部的按鈕來打開手電 單擊打開手電 再單即可即可關閉手電 模式的調節可以通過 打開手電時 長按住頭部的按鈕 可以在點燈 普通減光閃爍以及螢光 的順序進行轉化 這款手電可以進行 在裝有充電電池情況下 可以直接進行充電 付出品裏面有這款充電器 車用以及普通的室內用的充電線 充電時裝入把手電筒裝入充電器即可 聽到開了一聲即裝好了 充電完畢可以取下 那如果不想用充電電池 想用減性電池的時候 可以首先把這邊的螺絲給鬆開以後 可以把這邊的蓋子打開 然後再裝入減性電池 以上是對於這款Streamlight的 Survivor LED燈的介紹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